天文台在今天上午10時20分 改發3號強風訊號 我們先看看彩虹現在最新的情況 在上午11時 強烈熱帶風暴彩虹在香港的南邊 大約是410公里 預計它會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時速大約是夜二公里 會逐漸增強 並且會移近廣東西部的地區 由於我們會受到彩虹的外圍環流所影響 所以預計今天下午稍後 風力會顯著增強 另一方面 我們都會受到彩虹的外圍雨帶所影響 所以下午天氣會轉壞 會有大罩雨 按照目前的預測路徑 今天黃昏前改發8號 列風或暴風訊號的機會是不大的 我們預計彩虹會在明天的早上最接近本港 它會在香港的西南偏南 大約是300公里左右的地方 是略過的 屆時本港西南部地區的風力 會達到裂風程度 在這裡再提提大家 由於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要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我們看看本港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吹清淨至強風程度的 東至東北風 而高地是間中會吹裂風 預計天氣方面會多雲有狂風大罩雨 海是會有大浪和湧浪 大家要留意 再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 都是風勢頗大 有狂風大罩雨 再到隨後的 和海有湧浪 再到隨後的一兩天天氣會稍微好轉